相信大家都知道 宋小宝长得脸蛋黑黑的 整个人也长得并不帅气 甚至还有些人觉得可以用丑字来形容了 但是宋小宝的一对龙凤胎可漂亮了 可见漂亮的人不一定就生出漂亮的孩子 而长得丑的人也不一定就是生出丑娃来 今天就来说说关于父母长得很是普通 而女儿很漂亮的事情 比如张柏芝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张柏芝的美 相信已经不用详细介绍了 当年的张柏芝 和当年的谢霆锋站在一起 可谓是全香港最美夫妇组合了 张柏芝1998年出演个人守护电影喜剧之王 2003年凭借爱情喜剧片何东师后获得港台 最受欢迎女演员金奖 年纪轻轻就拿下影后 而张柏芝的美丽 和现在的当红明星不一样的 当时的张柏芝就是素颜 也是颇有气质的 而绑个高辫子的张柏芝 更加是俊桥来形容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美人 张柏芝的父母 却是一对非常普通的外貌组合 先来看看张柏芝的爸爸 张柏芝的爸爸叫张仁勇 江湖人称胡须勇 许久以来 张爸爸因为黑帮出身 所以让张柏芝也备受争议 看看这两父女 一眼就看得出张柏芝是一个美人胚子 五官很是端正 再来看看张柏芝的妈妈 因为是混血儿 所以相对是比较特别 并且张柏芝的妈妈一直桃花运很旺 有过三段婚姻多个男友 但说到张柏芝妈妈的颜值 很多人则是觉得一般般 柏芝十多岁入行做一人 也有部分原因是他要养家 毕竟自己的妈妈并没有什么事业可言 感觉张柏芝的童年还是毕竟辛苦的 如今张柏芝自己也已经离婚五年了 带着两个儿子 时不时和父母聚一下 自己的辛酸自己承受 偶尔还要帮助父母 张柏芝不容易 小小年纪就担起了养家的责任 现在也尽全力做个好母亲 柔弱的外表下 有一颗坚目可摧的心 很多人说张柏芝真的太会长了 长得这么漂亮 希望接下来的他一家人都能幸福 谢谢大家